附在台北市大运夺得男子体操爱马项目金牌的李志凯 今日凌晨远赴法国巴黎参加世界杯挑战赛 期许自己能再次为国争光 爱马王子李志凯在世大运凭借着拿手的汤马式回旋招牌动作 获得裁判们一致肯定15、300高分斋金 此次前往法国参赛的选手除了李志凯外 还有老将陈志玉和徐秉谦 彼得是各单向赛事 没有成队与全能 全世界高手齐聚巴黎李志凯有机会在安马项目摘金夺赢 中华队教练林玉信昨日在他的个人脸书上开玩笑写着 听说合金牌会得金牌 太厉我们先出发咯 中时电子报